两个女儿有没有都好像 在电影里的小孩那样 是有投诉过的 还是一早已经 女大女世界最好 妈妈你去久一点都不好翻 我的女儿挺黏的 跟我很好 其实在她们的 我现在问回她们 譬如妈妈拍剧那段时间 是不是整天都不在 你们会觉得有什么想法 会不会觉得我不管你们 她们记得一两个圣诞节和新年 因为每一年的圣诞和新年 我们总是跟她做一些事情 要么去旅行 要么一起去哪里吃饭 总之总有一些活动 但她们很深刻印象就是 因为我要拍剧 那晚圣诞 例如24号晚上 我和她们两个就睡 好像那一年还要有一年 爹地都不在香港 就睡在床上 然后看着电视 31号晚上放下 然后到嫂子我们就看着 然后妈妈已经睡着了 因为第二天又要开工了 这些事情以往不会发生的 不是这些事情 其实最深刻印象 她们就说很惨 那一年我们要这样 刚才我听你说 你还说你两个女儿本身 自己都很好感情 是,很好 她们两个在加拿大的时候 一个因为住在学校寄宿的 另外一个就工作了 她们不是每天都见面 但是每天都通电话 然后她们说 我的小女儿在那儿读了四年 读完毕业了,大学毕业了 她说每一个星期 她最开心的就是 姐姐能够去探望她 那姐姐就开车 在零库博去她的学校 跟她花一两天 她说是最期待的 虽然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见面 或者隔一个星期 姐姐都会去 但是每次走的时候 她都想哭 因为你和你先生都是做这一行 好了,再看看MIRROR 她们两个了,再看看 真的有没有想过 叫那些女儿入行的呢 年纪上的小女儿 年纪上还很充足 大女儿也不迟 说真的,就算了 看了,有个版本就看了 来到这一刻 真的还有没有想过的呢 我想我一直都没有建立一个 培养她们入行的环境 因为我演戏这么多年 她们一次都没有来过探班 好事还是坏事呢 你敢说 这是我尽量去避免的 为什么呢 我又应该这样说 我们的环境其实改变了 以前,无论我们拍电视的时候也好 或者拍电影的时候也好 不知道为什么周围的环境 大家都很喜欢用某些语言来交流 在街上拍电视的时候也很大声 很大声 全部都是一路这样 就是 很… 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希望别人看不到我在这里 第一,她不是一个 一个整天去片场的成长 她一点都没有 零 然后到现在 她们都选择了 她们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我女儿读完心理学之后 她就读教育 她很喜欢小朋友 所以她现在是做了老师 她的小女儿就很喜欢运动 她就读运动学 现在读完 已经去英国读米理治疗 去准备做米理治疗师 所以… 很清晰的 现在小孩在想起这些 很清晰的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也不知道 不让她和她 都喝着了 我太会了 然后结合了 我们下期见 要吃太大了 inches 地声 啊 零 我最后 我最后 叫妳 诶